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我們講歌神張學友 哇,又是這樣的新聞彈出來了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資料收集和討論 曾經有人說 如果我是他,我就不娶他做老婆了 這句話在很多人身上都說過 梁朝偉,還有張學友,還有Eason 每個人成為這些大人物,你就不會娶這些老婆 但你有沒有資格才行? 現在又傳到羅美眉,花張學友很多錢 羅美眉的故事也挺誇張的 歌神張學友的老婆 又說有潔癖,又說對人不好 那些老婆,那些老婆,那些老婆 聖傳什麼深灣遊艇會有三個女人 經常獨守空房 我都不用這兩個字來形容 那些深灣遊艇會聽到一聲笑出來 究竟是不是 說到又說離婚又說成 就算他們不是,你們也傳的是 這兩個人,譬如Jerky Chang和Jerky Chan 成龍和張學友,其實是屢存分辨的 兩個人避得這麼大 連避大也搞不定 你說他老婆大洗大咬各樣 但是他們有錢給他咬的 是不是會抵受不住做家務呢? 奇怪了,奇怪了 今天的新聞我要交給窮飛龍和大家說說 好,交播給你 謝謝五仔,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天想說一下張學友 近來,張學友在疫情中 沒有什麼收入 但是有可能有些投資上的東西 你知道因為現在 其實這個世界上 什麼都會跌 雖然近來香港的股市好一點點 但早前那時候 無論是股市,基金,或者買房子 什麼都會跌 不知道當時他們有沒有出事 為什麼這樣猜呢? 因為近來,前幾個月 學友有一個訪問裡面 他說了一件事 就是說 他現在手上 除了自用的物業之外 其實他沒有其他物業 基本上都賣光出去 很奇怪 以前不是的 以前有一段時間 他一直都賣光很多物業 為什麼突然賣光出去呢? 只有幾個原因 你一是想移民 否則他有可能要套現 今天就研究一下 究竟張學友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真的要靠 賣物業套現 去抵償一些債務的東西呢? 我想說一下 張學友和羅美明 大家都知道他們有多恩愛 但原來 曾幾何時 學友都試過給他的老婆 精神壓迫到想離婚 那是什麼原因令到 學友曾經有這樣的想法呢? 待會也告訴大家 張學友早前接受過 香港電堂訪問 透露過在疫情中 完全一點收入都沒有 問到未來有什麼計劃的時候 學友竟然表示 其實投資方面 他是比較保守的 但也是投資一些 比較低風險為原則 至於在房地產方面 他就說 他沒有一些 自用的物業以外 可以再賣出去 他好像 手上 不是除了自己住的那些之外 其他賣得出去 都賣出去 他為什麼突然覺得這樣呢? 首先 他覺得租給人其實很辛苦 也很麻煩 本來也不是租金賺得特別多 但很多時候 例如 租給人那時候 有可能 那間屋裡面有什麼漏水 有什麼kitty-kitty-kitty 的問題 都會經常麻煩你的 但他也說租金 又不是賺得特別多的話 所以覺得 其實他沒有什麼興趣再租給人 所以好像曾幾何時 就租給人 我想他是 拿過一些經驗之後 不想再做這件事 而且他個人也覺得 沒有什麼安全感 所以就要很大的安全感 他所謂的安全感 就是一些現金 代回到安全感 當然你另一個角度看 會不會因為現在的樓 其實不停跌 所以當時趁早些去賣 就會好些 到時看看 之後會不會跌到某個價格 再進回 或者可以亦是這樣想的 大約年半之前 曾經說過一位學友 有一個淺水灣的三層複式單位 叫價4.3億 本身風水非常好 首先有個無敵大海景 一望就看到 伊山磅水 附近有很多名人都在這裡住 有李嘉誠 周達福主創人鄭玉彤 鴻山四太 體聰明將李玲 和前特首董建華 和Doodoo姐 都是附近的鄰居 本身的單位是頂層複式 另外對落還有一個單位 總面積是4655平方尺 還有四個車位 這裡本身是位於淺水灣 當時阿泉 有一家有可能搬去南區 另一層豪宅住 所以就放了這層樓出去 每呎叫價9.2萬 以上的物業 其實當年張學友和萊美 分別在93年和2004年 合共以4630萬扣入 扣成本 買入價高出3.83億元 是他當時買回來的8倍 如果真的可以以這個價錢售出 就會創一些屋苑新高 早前他說 好像沒有物業的再賣出去 其實是不是已經賣出呢 有這樣的機會 提到收入的問題 學友說 這幾年他真的一點收入都沒有 但是回憶回到出道的時候 當時唱歌都是收入不穩定的 不是一定賺錢的 也不知道賺多少 所以那時候 反而他主要的收入就是拍戲 因為拍一部戲 很明確知道有多少錢賺 你算到你每年有多少收入 那段時間大約會有多少收入 但唱歌從來都是靠鼓的 學友說現在有空都會拍戲 例如早前 其實他已經跟庭峰拍了一部跟海關有關的戲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想 據悉學友以前說過 一有錢就買樓 加上來未未打理財政 有些心得 所以從90年代 他已經買過不少物業 幾乎有賺沒有蝕 所以近來學友這番話 跟他之前想的東西很不一樣 還是他真的看膽香港的樓市 所以一次過就買了 也有這樣的原因 雖然曾經傳過的學友 他們兩夫婦 依然2008年的時候 雷曼事件虧了4千萬 但對學友來說 你要賺錢不是很難 因為聽說學友一場演唱會 是可以有400萬收入 而學友 前前後這麼多年 總共都差不多開了 超過600多場演唱會 所以這條數算得到 學友有多少錢總收入 所以那時就算吃 就算虧了4千萬 也不是對我們來說 真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所以就算現在香港情況不好 照計他的收入 即是以前草落的錢 怎麼都很難說他很缺錢 這個想法是有點難去明白 所以到頭來我都覺得 他只不過是看不到樓市 所以就一次過買走他 雖然有人猜測 學友買樓 或者跟他老婆羅美薇有關 即是這位天皇嫂 如果按照傳統 賢妻娘母背後的女人 標準來衡量的話 他不是僅僅合格 而是超越超越的優秀 首先他嫁給學友這麼多年 都很專心地上夫教女 安安穩穩幫他老公理財 又不浮誇 又不是特別大洗 只是傳出過他有潔癖 以及前後都換過好像21個菲律賓工人 因為他都好像是很嚴謹 最多是間中和人們喊吵架 或者傳過性騷擾事件 因為有一次羅美薇走去馬會 會所做尖的時候 就被男經理兩道出言性騷擾 事後一張學友走去 就投訴馬會 經過調查後 最後性騷擾的經理被炒魷 至於怎樣性騷擾他 當時有兩個版本 羅美薇的版本 例如他有一道 健身的時候眼睛不舒服 男經理問他 要不需要幫你摔一下眼睛 吹不吹 但高登當時有登上經理的版本 當時是上頭指示他 問一問羅美薇是否需要幫忙摔一下眼睛 之後羅美薇聽完這句話 立即大發雷霆 很生氣地罵經理一臉屁 另外就是羅美薇的手指傷了 羅美薇版本就說 經理伸出中指問他 你手指傷了 而高登的版本就說 羅美薇主動叫經理過來服務他 經理無意之間伸出中指 他之後已經不停說抱歉了 無論是怎樣也好 都曾經試過這樣的事情發生過 另外羅美薇的潔癖 其實是屬於一種嚴重的潔癖 例如很多時候 你每次外出用餐 一定要自備碗塊 萬一他忘記了一帶碗塊的話 就無奈要逼著用餐廳裡的餐具 他就會當場不停用水清洗 用紙巾抹一些工化的東西 成數十次 而羅美薇也從來不去公共浴室裡 用他的毛巾 不會在健身房裡洗澡 也隨身攜打消毒噴霧劑 住酒店的時候 一定會用清潔劑、消毒劑、狂拆浴缸、馬桶 也不會在地毯上高 只是灑消毒噴霧 結迫到學友 有時 學友曾經想過 不如養一隻狗給女兒玩一下 但遭到他老婆嚴重拒絕 不讓家裡有任何寵物 而家裡的菲傭 無論如何打掃衛生 他總是覺得不乾淨 然後親自在地板上 將污漬一點一點 便會掃到完全乾一乾淨 所以2007年曾經報導過 羅美薇試過三年之內 炒了21個菲傭 近有菲傭說過 羅美薇有精神病 每天要他工作19小時 令當時菲律賓領事館 將他們學友和羅美薇兩夫婦 列入菲傭黑名單 邀請菲傭黑名單裡 而近年有一名被炒的菲傭 爆響後是第60名羅美薇 請回來的解冠工人 所以人們估計 他們兩夫婦 歷來已經請了接近70多個菲傭 甚至聽說 還未是疫情之前 記住還未是疫情之前 他們出街 羅美薇都要堅持 他們家裡每人都要戴口罩出街 所以若有 未有疫情的時候 他們已經習慣了 出街都要戴口罩 曾經有人分析過 羅美薇這種揭迫 其實是一種心理揭迫 是內心缺乏安全感下 而產生的強迫症 可能與羅美薇成長環境有關 因為自小是單親長大 至少父母離意 小時候由媽媽去照顧他 所以整個童年都不是很愉快 所以就算他長大之後 就算有了自己家 在家裡都仍然有一種缺乏 完整家庭的溫暖 對人不太信任 也聽過他曾經患過自閉的傾向 即使結婚 仍然有一種恐懼感 是學友令婚姻有信心 以及聽說 本身的記憶力是有點問題 記得當年他曾經拍戲的時候 在台灣拍了幾天電影 回到家裡竟然忘記自己住哪一層樓 所以羅美薇有時候 發牢騷學友說 其實也習慣了 他說羅美薇當學友是一個錄音機 早就習慣了 而學友都覺得自己都服了自己 每天很多時候 要重複說一次 而羅美薇為了她的女兒 可以入到英語的學校 講好英文 試過嚴格家人 全部在家裡 嚴格講廣東話 學友都不例外 搞到學友曾幾何事 竟然有想過離婚的念頭 但最後都放棄了 為什麼呢 學友說 其實夫妻相處之道 最重要是吸越對方的空間 讓她有做她自己喜歡做的一事 至於學友為什麼會對羅美薇寵愛有加 原來羅美薇也有她的好處 羅美薇是理財非常高手 她一手掌握財政大權 就像我所說 早前那時 由九十年代開始 買過不少樓都賺過不少錢 通常是有賺很少虧 同時她也是炒外匯高手 無論是新加坡、美國、英國都開有戶口 從以上裏面說的東西 我就開始領略到一件事 她應該是看淡香港的樓市 所以現在就賣光了她 加上學友說了一件事 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為什麼她這麼重的羅美薇 學友說她最倒楣的時候 她看到羅美薇如何對她的真愛 其實學友和羅美薇 都是八十年代中的時候出道的 當年她們認識的時候 就是憑一套電影《癡心的我》 當時羅美薇和張學友演一對情侶 當時有一幕 導演叫她們二人互相互望 她們抬頭看一看 發覺兩個都好像變紅 然後馬上低頭轉身分開 羅美薇也很坦白說 當時真的有一些觸電的感覺 她有直覺覺得她們會有開始 當時他們商戀之後 羅美薇陪著張學友 經歷過幾次事業的起伏 尤其是最出名的 學友事業最谷底的那一剎 就是1988年 當時莫艷芳生日 喝醉酒鬧事 原本4月的時候 她和羅美薇已經分手了 當時有可能學友很失落 知而處理 竟然最後很快她們就回復 學友就說 在她人生最低谷的時候 羅美薇肯陪她一起走 所以之後無論多艱苦 她也很珍貴這份感情 所以後來學友還送了星球給她 學友送了星球給她 這麼誇張 是啊 因為在1999年的時候 世界小行星協會 給予學友為一個星球 小行星起一個名字 當時學友就在小行星中 除了名為 羅美薇的英文名 May MAY 另外學友從來 很多樣東西都很遷就羅美薇 學友經常說 我身上的衣服 全部都是羅美薇買的 她叫我穿什麼 我就穿什麼 免得她不高興 從這句話 我真的覺得 學友真是一個好男人 如果我是女人 我都會愛上了學友 好了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先說了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樣 拜拜